首先我要回應一下 看到有些網友說 關於昨天晚上我們節目完之前 有一個所謂地盤公友打電話給我的事情 有鑑於這件事已經進入了一個司法程序 我也沒有時間 實在太忙 我也是剛剛開節目之前 我才埋位 好了 我想說一個這樣的事情 我有一個老友 他姓鄧 他姓鄧 我昨晚認識他 他聲音比較蒼老 我三番四次問我新認識的朋友 你是否那個人 他就說是 因為不知道那個人是甚麼 聲音老了就老了 他昨天的心路歷程說要跟我分享 但是他分享完了 可惜我又忘記錄音 因為我的電話程式可以錄音 他跟我分享完了 我可能沒有開過程式的 我記得以前如果我開過程式的程式 說是跟我學習的 我真的很奇怪 我們從來是反對搞小女 我這個新朋友 他大意是這樣 因為他做地盤 他說他女朋友也是做地盤 三十多歲 他的皮膚多粗 他說跟那些十二歲 怎麽不同 那又怎麽呢 不代表李可英明 他說十二歲 有波形 有梯毛 可以在裏面射精 他跟我這樣說 我轉述 我不是說對 我只是說很遺憾 然後他說為什麽要這樣做 他說為什麽要這樣做 他說 他媽媽有生過兩個女朋友 鬆懶了 怎麽跟那些年輕人相比 那你願不願意 是否守恨 我沒有判斷 你不要加這麽多判斷 我們純粹說 他說 他說 因為我怕影響司法公正 其實 但是那個人是不是那個人 我都不知道 是啊 他又說 但我怕有人聽到 真的影響了判決 他又說 不可以說了 因為他已經做了多過非禮的事情 他還經常灌輸 灌輸個節故概念 大家關門一家人 嘩 好想事啊 我都覺得 我肯定他不是向你學的 是 我覺得 你答不了他 但是他有某一程度 怎樣說呢 我們一眾的男同事 和網友在這裏的時候 又有某一程度 覺得他講出心底話 因為他有一句 他還去反問我 令到我愚失 是嗎 怎樣 他說 他又不是我親生女 你想想 那天他女朋友是女兒 對 那些人有關係 OK 但是 他最後 昨晚和我講完電話之後 讀得我回家 他十點多 11點左右 又給我電話 是啊 是 喂 我疲了 我先休息 有空再聊 我心想 我和他幾時成為莫極 是 你以為我是靈狐中 還是他以為自己是田白光 OK 我說 那好吧 你早點休息吧 這個用世界才能夠這樣說 一養米就是養八樣人的 咖啡 你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